今年的冠軍最大獎十七盤 得寫得主是金華軒 第四屆五百盤最大贏家金華軒 以十二道菜拿下十七盤 繼續產年第一還是二年八 也創下歷屆單一餐廳最高得盤數紀錄 很辛苦的就是我們內外層的團隊 謝謝 然後還有就是 一路人以來支持我們的客人 總盤數第二名是 周紀時撲朵的十盤 第三名restaurant A拿下九盤 緊追在後的還有Nobu Coast Road等 這次一共三百十三間餐廳得盤 超過一半是新進 其中八十八間餐廳 還一次拿超過兩盤 我們偶爾除了吃中菜之外 也可以吃吃西餐 這就是台灣這個飲食口味 可以越來越多 不單單只是健康方面 我覺得在廚師的這個料理的這個功力上面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份本土餐廳的餐飲品 從北到南連離島都有 包含北北基 桃豬苗 中雲家 南高坪 以及宜花東跟澎湖都有餐廳入選 第四屆也首度頒發永續綠皮書特別獎 要讓更多人品嘗台灣在地的好滋味 TVBS的SV小獨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